哈喽大家好,我是赵地,欢迎收看大壮壮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男子在失忆与追杀的双重威胁下与时间赛跑 竭力阻止一场获及全球阴谋的悬疑影片《弹钉密码》 两个男子一路追着一个穿西装的人来到了一座教堂的顶端 西装男无路可逃,两人逼着他交出密码 无奈之下,男子跳了下去,命丧街头 这边医院里,马丁做着噩梦迷迷糊糊从病床上醒来 眼前出现了一个陌生而又漂亮的女医生,安妮 安妮告诉马丁,她是被租租车司机送到了医院 之所以认识马丁,那是因为安妮听过她的演讲 但是马丁似乎失忆了,连自己在哪都不知道 什么也记不起来,脑子里一片混乱 安妮还告诉她,她的头部是受了枪伤,而并非是跌倒摔伤的 随即一个女警察就来到了医院,要求调查马丁 一个医护人员刚走出病房就被女警开枪射杀 看到这一步的安妮赶紧反锁了房门,带着马丁从后门离开了 女杀手打开第一道门,但是打不开里面的房门 只好跑出去拦截安妮和马丁 两人跑出医院,坐上出租车就走了 女杀手来晚了一步,要不然两人就没命了 安妮把马丁带回了自己的家里 等马丁醒来时已经是凌晨三四点了 安妮想报警寻求警察的帮助,但是被马丁阻止了 马丁此时需要梳理一下思绪 她的脑子里老是出现幻觉 安妮给她拿了衣服换上 马丁随后在自己的旧衣服里发现了一个生物试管 她已经想不起来这是干嘛用的了 在安妮的提醒下,她打开了试管 里面是一小节动物的骨头 上面还刻着与黑死病相关联的图案 随即摇了几下,骨头的一端可以发出光亮 从里面倒映出一幅画 是一位画家所做的地狱图 但是这幅画显然是被人做了手脚 上面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字母 马丁还是不理解其中的意思 他们在上面发现了一个人名 随即就在电脑中查了起来 原来这个人就是影片开头跳楼的人 她是一个生物工程师,也是一个激进派 经常四处演讲,指责地球人口太多 想要消灭一些人类来减轻地球的负担 她很有可能研制出了瘟疫病毒 一旦爆发病毒,后果不堪设想 随后,他们只好寻求大使馆的帮助 在给大使馆报告自己位置的时候 马丁也留了一手 他把自己附近的一家旅馆位置告诉了大使馆 没一会儿,出现在医院里的女杀手赶了过来 安妮看到后,不仅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还好没有说出他们的真实位置 看来大使馆也不能相信了 随即楼下又来了一大队人马 原来是世卫组织的人 他们通过马丁之前登陆电脑的IP地址找了过来 安妮就赶紧带着马丁离开了房间 一帮人也扑了个空 但是他们的行踪还是被女杀手发现了 随即两人弄了一辆共享汽车溜走了 开出去没多远 大街上已经被警察戒严 到处搜寻了两人的踪迹 不得已,马丁带着安妮逃进了中央公园 警察利用无人机在公园里发现了两人的踪迹 两人巧妙地躲开了无人机 混进了参观的人群里 马丁看着大厅里的壁画 再次发现了一串字母 联想到死亡面具 随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来到了存放面具的展示 可是面具却不翼而飞 随即工作人员查看了监控 没想到面具是马丁和他的好友一起偷走的 这就奇怪了 马丁竟然对此毫无印象 正在争执时 警察闯了进来还带着枪械 两帮人正在交涉时 马丁和安妮撤其不备 偷偷溜走 警察关闭了博物馆的所有出口 只留下了一个通道来拦阻马丁 从正面是出不去了 马丁就带着安妮从暗道出去 谁知警察也追了进来 他们只好向上走 通过大厅的上端来到了另一边 逃了出去 女杀手也纹身而来 在大厅里四处寻找他们 安妮在通过衡量时一脚踩空 手机也跟着掉了下去 女杀手听到动静就赶了过来 她本想开枪杀死马丁 直接撞破大厅的顶部掉下去 摔死了 这也让警察发现了两人的踪迹 随即就开始围捕两人 两人从暗道里出来 混迹在示威的人群中 他们不知道的是 身后已经有人在悄悄跟踪 两人来到了马丁好友 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找到了死亡面具 根据面具上的提示 准备前往威尼斯 却被跟踪者皮特拦住 他谎称可以帮助两人 随后三人坐上了 去往威尼斯的列车 列车在经过一处隧道时 刺激了马丁的大脑 使他想起了一些之前的事情 原来皮特也不怀好意 他故意支走了皮特 在列车即将到达战前 打伤了皮特 两人下车逃走 这边警察找不到马丁 就打算和私家侦探杰克合作 当他们来到一座教堂后 马丁才恍然大悟 他们要找的不是这个地方 而是伊斯坦布尔教堂 皮特此时也追了过来 两人又准备通过暗道逃走 谁知安妮在逃出后 竟然把马丁留了下来 真是万万没想到 安妮居然是生物工程师的女友 在工程师死后 就决定帮他完成散播瘟疫的心愿 但是自己又无法独自完成 这才找到了马丁 现在已经知道病毒的藏匿地点 所以也就不需要马丁了 随后马丁被赶来的皮特抓走 就在皮特逼迫马丁 输出病毒的下落时 杰克及时赶到杀掉了马丁 杰克更是向马丁透露了一个大阴谋 所有的一切都是杰克的手下制造的假象 包括之前死掉的女杀手 目的就是为了促使马丁 主动找到病毒的源头 因为杰克的雇主就是那个生物工程师 工程师死后 杰克才知道工程师的可怕阴谋 所以才和警方合作 在救下马丁后 他们搭乘专机赶往了伊斯坦布尔 阻止安妮 安妮来到了此地后 找到了男友的支持者 弄好了炸弹 就准备前往教堂引爆病毒 马丁他们赶到后 疏散了人群 但是这里的晚上 刚好在举办一场盛大的音乐晚会 动静太大也不好 警察随即就屏蔽了附近的信号 开始暗中寻找安妮 当马丁他们在寻找水下病毒时 杰克意外发现了安妮的踪迹 正当要阻燃安妮时 却被安妮的同伙刺伤 最后死在了安妮的刀下 马丁赶过来劝说安妮 但是他执迷不误 把炸弹扔下水里 就要用手机引爆炸弹 却不知信号已经被屏蔽 安妮看到引爆失败 就跳下水 亲自按下按钮 随即自己也被炸死 就在炸弹响起之前 警察已经把病毒放进了密封箱 病毒才没有扩散 谁知还有一个病毒箱子 一个男子准备释放病毒 被马丁和警察联手拿下 至此安全隐患才彻底解除 最后马丁回到了意大利的博物馆 偷偷把面具放了回去 故事结束 剧情像谍战 内容反转再反转 有悬疑也有宗教文化 以邪恶的想法 冠以爱的名义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实在有些滑稽 也很是极端 试问 谁能挡住历史的滚滚车轮呢 感谢观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昭帝 咱们下期再见